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呢是在广东的仁川 仁川啊 它是属于河园的一个县吧 这里是仁川火车站 现在呢已经是下午的4点多了 我准备在仁川火车站吃个饭 看看这里的消费和这个物价水平到底是怎样的 这个仁川火车站啊 大家可别小看 它是整个河园的最大的一个火车站的 这边火车站山叶氛围还是挺浓的 我看了一下有很多的住宿吃饭的 那么咱们今天就在这个火车站这里吃个饭 顺便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以免大家来仁川就是旅游啊 或者说是做生意 火车站附近也可以看看这个消费和这个物价水平是怎样的嘛 那边全都是住宿啊 它这里是停调产 不知道这边要不要收费 山叶氛围很浓 出站就在前方 进站在这里 有很多招待所 还有很多摩迪师傅 我看到前面有兰桌拉面 基本上每个火车站啊 都是会有这个兰桌拉面的 要衡量一个火车站的物价水平到底是怎样的 就要找火车站附近最近的餐馆 那么就在这个出站口这里啊 随便找一家餐馆吃个饭 这里餐厅太多了 有这个仁川客家饭店 然后他这边也是有很多荷兰的饭店啊 安徽的 这些都是北方的 还有川菜 福建沙县小吃这些等等 这里就是出站口了 出站口 出站的人不多 看一看 好 刚刚呢 在这边吃饭的 随便找了一家 这个老板娘很热情的 拉我进来了 她这里可以充电的 炒了一个炒粉 不知道这个价格是怎样的 就它环境还行嘛 它这里有免费的水可以喝 环境还不错 挺干净的 它这里有这个电风扇 在那等等吧 那个米饭在那边呢 小多贵这些网块都在那边 它这边也是有这个价格的 大家看看 一般炒菜是15到20吧 炒豆角15 平准不是很多 价格中国东西 火车站附近 它这边有龙川这边的特色吧 好像是一个猪杂摊吧 好像是 本店特色 家猪摊只要10块钱 它这边也是流行这个白切鸡 白切鸭的盐菊鸡 广东这边 都是很流行这些白切的 这些都是特色菜 刚刚已经点好了 它这个分量还是挺大的 加了一点青菜 应该是空间菜吧 分量挺大的 还不错 看上去 它这边吃饭的人还是挺多的 Pro 它创作成一碟 才有可能 你们不要吃饭的人 这边吃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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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吃饭的人 要看一看 炒面的人 这边吃饭的人 这边是一天 DON 现在吃饭的人 这个食物 这个食物 我们吃饭的人 很有趣的 behalf bouncysw估計 捡了一份面 竟然只要6块钱就活在它附近 嗯 它这边的炒粉炒面的话就比较便宜一点了 看一看 这个分量还挺足的 感觉还不错 尝尝这个味道 空心菜 一点酸菜 嗯 可以 你吃过了 开心 吃个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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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雨的 好 刚刚呢 已经是在这边吃完了这个块上啊 这个价格感到很意外的 我看了一下它这边的这个蛋炒粉的话 只要 10块钱 还有那个蛋炒饭也是10块钱 但是那边的话竟然要12块和15块呀 蛋炒饭是15块 一个最简单的青菜要15块 我感觉个人觉得还是稍微贵了一点 但不过它的那个粉的话加了一点肉吧 可能贵的原因呢就是那个肉吧 但是怎么说对于一个县城而言吧 县城的火车站 感觉还是稍微可能不是那么的便宜 只能说我不能说很贵 只能说是不是很便宜 大家觉得因为 正常来说如果说一个蛋炒饭的话 或者说一个蛋炒粉10块钱的样子 是比较接地气的 因为它这个县城的物价 可能肯定没有那个市区的物价高嘛 对不对 整体上来说有点把我吓到了 我以为我个人之前没来之前 认为了会比较便宜一点 但是也能接受 毕竟尊规尊矩 不是说很贵 只是说不便宜 只能这么说 对吧